偷什么不犯法 偷什么办法 对啊 偷钱吗 哈哈哈 谈遍意想不到的报效神恢复 带多少钱 十块钱 卧槽那么贵的那个呢 三个五卧槽 哎呦你们哈哈 三个五卧槽 请问你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叫什么 奴才 奴才 前面就到服务区了啊 上车车的准备好 啊 大哥怎么准备呀 现在就把裤脱好 哈哈哈哈 明明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呃 你对现在的男生越来越年怎么看的 我说我是被逼的 你信吗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那种 少夫特别多的聊天软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女儿园 江老循 你找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 呃 是个男的就行 你这要求有太高了吧 啊 呃 像个男的也可以 哈哈哈哈 你好 就是采访的 请问你有乳名吗 什么是乳名 就是你吃奶的时候别人教你的名字 他们的关我叫死鬼 请问现在大街上很多女生都露着大腿 大爷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看大门的 那您喜欢这份工作吗 我喜欢呢都是喜欢 后来被开出了 为什么呀 大门这屋了 哈哈哈哈 请问女人为什么对男人生态了呢 因为女人不用面对男人生活中 那是什么 女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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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奶奶 哎 我搞对象了 是吗 男的女的 你应该问我多大了 多大了 大三岁 是比你大三岁还是比我大三岁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认为什么东西是男人认为好看 但女人却不认同的 其他女人 其他女人 你怎么看冬天那些露腿的女生 你冬天露腿的女生啊 我感觉她们就跟早死没什么区别 现在年轻扛得住 过三十多岁肯定腿不行的 反正我是特别怕的 我冬天包了内裤都要穿两条的 我是不能理解 但我喜欢看 但我喜欢看 我喜欢看 你听过最扎心的话是什么 生孩子本来就很痛苦了 你就别问孩子是谁的了 请问一下今年你多大了呀 三十五岁 三十多岁在广州这边的话 别人都开奔驰吧 妈出门了 你怎么还起个故乡站车出来呀 那我问你 你多大 三十多岁嘛 三十多岁还有人死了呢 你怎么不是死 我嫁给你还不是嫁就住 啊那不行的 进去是不能去婚人 啊啊 一会儿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回来回来回来 哪有人在微信上表白的呀 有机会有机会了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上QQ 哈哈哈哈 哈哈 高考六百分和六百万你选择哪个 啊你这个不应该这么问呀 知识是用钱来衡量的吗 它不能衡量啊 知识能创造财富能提升自我价值 知识是能跟随你一辈子的东西 但钱不行啊 钱总有花完的一天 做人不能太肤浅的 我选择六百万 啥 对不起我选择六百万 我比较肤浅 真心哦 但是我可以拿六百万 明年再复读一年 哦对了 这个明年还能再选六百万 P Lee You get the driving car